好,各位朋友,你们好吗?我是抠抠杜,来自越南 今天我又继续陪着各位 咱们继续练SKK高级好诗好不好? 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值得骄傲 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今天我收到了一份包裹 是从中国福建省寄过来的 国际快递 所以他们先寄到越南河内 然后越南河内那边又寄到我这边 因为现在我在我老家宁平 是越南古 就是以前宁平就是越南的首都叫长安 非常美丽,非常漂亮 在看coco视频的有好几位是来自国外的同学 但是各位也是学越南语专业的 或者是你们是中文系的学生 但是也会越南语 而且你们的越南语很棒 所以呢,你们肯定知道长安这个地方 对吧 欢迎你们一兵过后再一次来到我老家 这个是一个山美水美 也也 人也还可以的地方 然后今天呢 为什么他们把包裹寄过来 就是 2017年 我回越南的那时候就开始到留学咨询 然后福建那边有非常好的奖学金 他们就送给我的学生 所以今天因为疫病的原因 所以学生不能回到学校参加毕业典礼 所以他们要把学生的毕业证书 还有学位证书寄到越南来 那么多越南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 拿到奖学金的学生都相当的优秀 然后我的学生很优秀 他们就把所有的毕业证书 发到我这边来 因为基国际嘛 国际就是费用也是蛮贵的 然后学校寄过来 我明天会把属于哪一位同学的毕业证书 就一个个发给他们 非常的开心 也很感动 一转眼就四年过去了 就是说我回越南已经四年了 在这四年中 遇到很多不容易的事情 坎坎坷坷的 就是真的是很多时候是用泪水来洗脸 这个一点都不化妆 用泪水去洗脸 很多时候因为我是搞留学咨询 然后是从主要是把国外的学生接过来 那么把他们接过来很不容易的 因为大家都不了解越南 都以为是越南是一个还有战争的国家 非常落后非常怎么样 然后在多媒体 就是媒体上面就是写的也是 看了就觉得是太可怜了吧 那些写的啊 所以呢 可可我还是 就是觉得我回越南发展四年了 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 我能放得下 十二年在国外当外国专家的包袱 就是说 不管我以前的成就怎么样 不管我以前拿到了什么外国专家征 或者是有什么成绩了 回到越南就是一个零 圆圆的一个零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没有 大家都不认识 然后要从零开始 零起点开始 走到任何的地方都是吃了闭门羹 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吃闭门羹是什么意思吗 吃 今天跟各位分享这篇文章 就是跟吃有关 这段视频跟吃有关 大家应该知道 中国人吃很多 他们吃的很多 因为他们干活干得非常的勤奋 很认真 所以他们一定要有好体力 第二是中国很冷 所以大家得多吃 多吃就是让他们的身体会健康 所以呢 吃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后呢 就说吃闭门羹到底是什么 羹是一种汤 甜的就是煮的黏黏的那种叫汤 那么闭门 门大家知道吧 这个门 闭就是关着 吃了闭门羹 就是说你去其他你去办事的时候 人家拒绝了你 或者是人家不在 所以叫吃闭门羹 我刚回越南的时候 经常 几乎是每一天都吃了好几回 闭门羹呢 好辛苦啊 但是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还是坚持下去了 很多人 在非常多人就说 他会走的 他会离开的 离开的 很多人在国外那么多年 一回来就肯定要走的 谁受得了啊 就是觉得是不习惯这种 就是说 呃 做事的风格 但是我还是留了下来了 因为那时候我 我 我不打算走 不打算再回国外了 因为我觉得是 那么多年 我没打算留下来 那肯定是越南就是我要回的地方 呃 回到那个吃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 酸 酸您知道吧 酸甜苦辣 呃 呃 咸 南 甜 东 东 辣 西 酸啊 东辣 西 酸 这是说到中国 老百姓在中国北方南方 东 边 西 边的 吃东西的文化习惯啊 就是习惯 呃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 酸 酸这个是个形容词 就是您看到水果 或者是看到什么 就是酸酸的时候 您的喉水就流了下来了 对吧 呃 那么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到底是什么 这是一个预言的故事 也是SKK会好的故事 所以今天coco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坚持 生活再怎么难 您也一定不能让他把您给打败 一定要 要努力啊 然后呢 再吃更多的闭门羹 也一定要努力的 要坚持的 您如果是 对吃闭门羹的故事 感兴趣 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 这个是中国人经常拿吃闭门羹来说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到底是什么 呃 看到他发现了一棵葡萄树 葡萄树 葡萄树 葡萄树上长了 呃 藏满了葡萄 然后呢 一串串 晶莹透亮 香气不皮的葡萄 他想 哎 这葡萄 熟透的葡萄 一定又甜 又好吃 他看着葡萄 熟透 呃 甜着嘴巴 这个叫甜的 嘴巴 然后一直流喉水 流着喉水 流着喉水啊 狐狸想吃葡萄 但是他急忙的伸手去抓 抓不到呀 哎呀 葡萄 这颗葡萄 太高了 够不着啊 于是后 他 狐狸 用尽的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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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跳了好几次 跳了 都够不着 哎呀 还是没够住 嗯 真郁闷啊 太郁闷了 就抓了那些 叶子 啊 他心想 我要是能 像帽一样 会爬上 爬 爬上去 就好了 狐狸又试了好几次 还没够着 够着 旁边的 小兔啊 小 什么 小动物啊 看到了 就 笑 笑话他 狐狸 含流加杯 转着 猝气 说 这葡萄 还没熟 一定很酸 一定是 不好吃的 所以 后来 人家说 吃不到葡萄 就说 葡萄 酸 意思就是说 您 想 得到的 却没有得到 您 您 用 接口 来 怎么说 就说 呃 说 嗯 找一个理由 为理由 为原因 来 否认 自己的能力不足 后面呢 就说 人们就说 呃 心理学家研究 就就发现 因为 可可 是 主要是 搞心理嘛 就说 留学咨询 我们主要是 搞心理学的 为什么 你要留学 就是 是不是 你生活里面 遇到了一些问题 所以 你得 逃避 一段时间 你想 就说 父母经常吵架 或者是 你刚 经历过 一段 不怎么样的爱情 所以 你想选择 留学 作为 你的 接口 所以 你得 离开 但是 说实话 你 很多时候 就说 呃 你 你以为是 你能 到 另一个地方 就会 更好一些 但是 这是 一种 错误啊 所以呢 城市化 经常 呃 工作 生活 节奏 的 加 坏了 呃 所以呢 面临的 经症越来越多 每个人的心头 呃 的压力 也在不断的增长 呃 所以呢 研究表明 几乎每个人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 他们说是心理悠患 呃 只是程度上不同 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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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 能够呃 通过自我调解 呃 可以改善自己 呃 心理的问题 嗯 但是 有的人 就是 呃 无法自拔 拔出来 就是 无法从 你遇到的那些 悲伤的故事 走出来 呃 走过那个阴影 所以呢 就是您心里就形成了一些 呃 心理的 疾病 这 说实话 这个是 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蒜 就是一种心理 问题 就说 你得不到了 你就马上去否认 你明明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呀 但是因为你得不到 所以呢 你就 说他不好 呃 就是回到刚才刚开始 coco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 就是说 我刚回国的那时候 因为 呃 为什么很多学校把奖学金 嗯 给coco 然后请coco是 去招生 就是找 呃 配得上这份奖学金的 就是把这份奖学金给他们 当然他们也要给我那个是咨询呃 留学咨询的费用 当然一点点费用而已 因为我们是留学咨询机构嘛 我们呃 有资格是收 自学 留学咨询费用的 嗯 因为coco在国外很多年 而且是我在国外除了是给他人上越南语课 呃 之外 我还协助学校 呃 照顾留学生 照顾各国的留学生 然后在国外的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难呢 很难呢 各位 如果是您在国外您是丢过了护照 您丢过了钱 您被偷了东西 或者是您迷路了 或者是您出车祸了 或者是您在遇到其他的 那么您会看coco的视频 您会非常的想哭的 因为我们在国外就说 有的同学哈 嗯 他们刚来 他们刚来 然后 就是因为不懂语言 不懂语言 还有心里有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父母 就不想看到他了 所以就找了个地方送他走 那么送他呢 去哪里 那中国是费用算是最低的 就是他们 他们对他们父母来讲 是来中国是费用最低的 所以就把孩子送到中国 但是那个孩子呢 那同学他一点都不喜欢中国 所以他来到中国 他闷闷不乐 到最后 他的心理疾病还是复发了 所以coco觉得是这种心理疾病 我们每个人都有 哦 我们每个人都有 哦 天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油 一定要加油 监制